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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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三想假的Shall We Talk 請來楊正華聊天 他是TVB最高曝光率的配角演員之一 同時愛上你 回歸 愛回家之開心速弟 和白色強人2都有他份 47歲的他和演員太太沈可欣結婚7年 兩個兒子分別六歲和三歲幾 楊正華童年坎苛 媽媽早死 又沒見過生父 美國香港兩邊走 他先後有三個不同姓的名字 分別姓余 姓林 姓楊 聽聽他從小說起 我媽媽在波士頓生我出來 我在外國出生但在香港長大 因為我媽媽小時候和前夫 即是叫我媽媽的前夫結婚 後來離婚就去美國 跟另一個人結婚 然後生了我 生了我之後 再帶我回來香港 就給了我外婆臭 自此之後 我小時候又在香港 我外婆養大我 但後來我媽媽把我放在我外婆養的時候 她就回到紐約 接著一次車禍就離開了 我小時候在田灣長大 喜歡舟山跑 去水間 捉水蛇 舟山跑 我頑皮到 鎖住我的家 不讓我外出 一定是藤條拔 我阿公是用那些棍 打功夫的棍 打斷了 我有一個朋友 他做特約演員 之後我跟他說 以為你做特約演員好 有很多東西玩 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又想玩 可以嗎 就是這樣 就入了行 我記得我第一套的電視劇集 就是拍《闊少爺當差》 就是澳門電視台 那時候已經叫做同星特約 因為我第一次進去 他看中了我 做街邊拆鞋子一個角色 一個同星在街邊拆鞋賺食 是1989年 十二三歲開始 之後 一次機會之下 麥德羅介紹我 做舞蹈藝員 我接觸了拍戲 舞蹈藝員 之後 因為家裡關係 我阿姨 即是我媽媽的姊妹 就說 不如帶我回美國讀書 會好些 我始終在外國出生 因為我媽媽的前夫 其實她是一個江湖人 她是三間窮五間婦的人 我去了美國 後來之後 我沒有跟我阿姨生活 我跟了這個姓楊的 我叫她爸爸的人生活 因為我認定了她是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我跟她學習 但我親生的爸爸 我從來未見過 我會很疼愛我這個爸爸 她也教我很多東西 你才能問我 她是江湖人 三間窮五間婦 我試過 最慘的是 躺在室內 因為那時沒有錢 沒有錢租屋 躺在室內 但照上課 照上課 我躺在室內 沒東西吃 我最記得有一年是中秋節 沒東西吃 很肚餓 我去別人的麵包店 拿了煉蓉煮來吃 來充機 自此之後 我便覺得 我一定要爭氣 我要做一門手藝 我要學一門手藝 我要賺食 我不可以給別人看 所以你的名字有幾個名字 沒錯 我出世子 由出世那一刻叫余浩敏 後來我入了訓練班 因為我媽媽姓林 後來有個風水師傅 不如你跟回媽媽姓 我一段時間改為林子傑 輾轉間也是叫做楊正華 因為我爸爸姓楊 直至用到現在 所以你看有一段時間 我有兩年間我用了姓林 我初入訓練班的時候 我都是用楊正華 現在我會認識很多朋友 因為我小時候讀過很多間 例如我去每一個地方 要進入另一間學校 那間學校有一班人 認識了這班人 然後我轉另一間學校 又有另一班人 所以我會認識很多朋友 而且因為小時候 很辛苦 所以我會覺得 要認識很多朋友 大家可以幫忙 剪頭髮這件事 你在美國時都剪得不錯 很好 在美國賺很多錢 剪頭髮 賺很多錢 剪一張貼士 那張花梨的貼士 會比你的底身更多 其實那時候 在美國最賺錢的是幾件事 剪頭髮、通渠、倒垃圾 做了很久的髮型師 之後有一次有個機會 就是那時候 美東華裔小姐競選 就是紐約區 那年的冠軍是鍾惠儀 現在都退出了娛樂圈 那一年我們那間公司 做了大會的髮型贊助 因為我做那間公司 其實它有另一部分是跳樓 我們當時幫他們這班佳麗 排了一個開展出來 我負責幫他們排了開展出來 之後就認識了TVB 有一個人 他介紹了 不如你回來香港試試 那時候其實我也想了很久 好不好呢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也參加了很多歌唱比賽 我參加過中華商台的歌唱比賽 我去到最後十二強 參加過新秀 一次不行就參加第二次 參加第二次我就贏了 之後我剪頭髮的老闆 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我就決定我回來香港 進入娛樂圈 繼續走我的演藝生涯 他說了一句說話 Aman 你現在是一個剪頭髮師傅 你今天不試過 你老了一定會後悔 但是如果你試過你失敗了 你就回來 我隨時歡迎你回來 就是這句說話 那好吧 我就買張機票回香港 楊正華1996年考入無線訓練班 第一部劇是林家棟主演的林世榮 又拍過謝霆鋒主演的《達出愛火花》 一眨眼他加入無線26年 我最深刻一定是《二凱浩情》 因為這套是講日文 而天歌散了我 我就開始多人認識了 一個角色不是講自己的謊言 是我要做了一個日本人 我不是扮一個 我要將我的人變成一個日本人 在這個過程中是挺難拿捏的 但到最後出來後 效果也很好 我開始拍攝的時候 我是想著 我學完日文 講完 我估計那時候 是想著公司 會找一個講日文的人 去配合一些真的講日文的人 誰知原來原汁原味出街 但又可以 又有那個意思 變成很滿足 這裏是其中一套 另外一套就是機場特警 又是講很多語言 監製專門寫我講很多語言 其中有一個是講法文 我又是用了很多時間去做功課 當你做了一些東西出來 不是你平常做到的角色 而又出來又有一個效果 又多人接受 其實是很開心的 另外一套就是踩歌界 踩歌界我和太太一起做 就是大家講不到話 但我負責聽到話 但講不到話 變成我太太就要學手語 她學的過程中 其實我也要學 因為我要知道她在打什麼手語 設定是我聽到 但講不到 但我就要用很大聲來講 拍攝之前 我們去了中心做很多研究 問了一些人 我這樣講話行不行 她說可以 你可以這樣 拿了一些東西回來 放在角色上 然後就這樣演繹出來 我們這些客串的角色 我拿了劇本回來 就盡量去入多些資訊 到我的身體裏面 我這一場戲 我要做些什麼 我的前設是什麼 後面是什麼 我的功能上是什麼 我界定這些叫功能角色 寫得這場戲 這個角色出來 一定有它的功能 要做到些什麼 帶到什麼信息給觀眾 你消化了 看了劇本 然後再跟導演 大家去演繹出來 A Star Is Born 第一輯有我 莫文維 8月1日正式上線 楊正華和沈可欣 2014年拍《在戰明天》的時候 拆出愛火花 2015年結婚 那時楊正華40歲 2016年生大兒子 2018年再生小兒子 在未結婚前 我是亂衝亂撞的 但當你結婚的時候 就是這樣 他是很慳家的人 他是一個很論盡的人 我又很喜歡照顧人 我跟他一個套一個套 他吸引我的 他會很疼愛小朋友 他會很疼愛我的 他經常不小心又跌倒 好像前排不小心又咬到腳 斷了一條印帶 你會很心痛 但就是源自於你的論盡 但你會很心痛 你小心點 說了九十幾次 N那麼多次 小心點 有沒有一些觸感的東西 現在很難忘的 觸感的東西 生小朋友的時候 講一聽 他捏到一手斷了 但是他為了生小朋友 可以付出這麼多 就是要親一輩子 這些老婆 因為算是年紀大 生小朋友 對 也是一個風險 我好像結婚的時候 四字頭 生寶寶 也大年紀 有一定的風險 但是他也很堅持 很堅持 我很欣賞他這一方面 最初跟太太結婚 人已經變了很多 第一 現在我是少了外出 吃飯我也少 你出來談生意 也不用去電話談便行 尤其是現在小朋友出生 更加多時間放在小朋友上 尤其是兩個 是誠意 兒子明天就幼稚畢業 畢業了 講一下感受 開心的 但是 我覺得是step one 甚至乎我先頭給你看 我電話也有他穿著畢業袍的照片 你會看到 我和太太的結晶品 哥哥 終於完成了幼稚園的階段 接下來 他將會踏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 就是小學 當我有時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可以反映到我自己 我很不想他走回我以前那條路 就是從小時候東濱西坡 然後天天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種感覺 所以我和太太都會盡量去滿足到他 只要兒子想做些甚麼 讓他去做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他有甚麼像你 其實很像我 他的性格很像我 很喜歡到處去聊人聊天 講話 我講一個例子 我interview我這間幼稚園 因為我這間幼稚園是open school 很多家長我進去見的時候 很多都按著小朋友 不要動啊 乖啊 坐定定啊 坐在那裡看圖書 又或者乖坐在那裡 不要動啊 玩玩具 一般的怪獸家長 他的概念就是 一定要保持小朋友 不要動 你一動就死定了 一個壞的概念 我進去就不是 我一進去 為什麼這樣按 都不自由呢 帶著小朋友進去 我繞著手 雲智你去玩啊 乖啊 到處去玩 因為他有幾個地區 老師就在旁邊剔分 會看他怎樣 當中有一部分 他去了一個畫 看了一幅畫 然後拔一拔老師 跟他有個互動 問了一個問題 我忘記了 問了一些東西 老師回答了他 然後我見到老師 拔完之後 我回去跟他老婆說 我這樣去面試 你這樣去面試? 死定了 他不是叫百業 他到處去探索 他到處去看 摸摸 第一次進入一個陌生的環境 你沒有一些指令給他 當然是去玩 就是這樣進入了 這間幼稚園 求之欲很強 而且很喜歡認識朋友 尤其是女生 認識異性 對 他認識很多女生 每次回來 我認識了一個女同學 男同學 也有 但女同學多些 有時帶他買玩具 我想買多一個玩具 我為何買這個玩具 是女生玩具 我想送給誰 這麼快買來送給人 我看看又不是太貴 好了 但你要聽話乖 他很像薄愛 薄愛 薄愛 薄仔呢? 薄仔像媽媽 是 薄仔比較定 也不來向 他沒有哥哥那麼主動性 他會觀察型 有時會看著哥哥 我會問哥哥 哥哥壞了 不要走過去 如果你問我想約一個誰出來的 我會約霍金 我會跟他聊一下宇宙的事 因為其實我從小到大 對天馬行空的事 天空、宇宙 我都很想了解多些宇宙裏面的事 那 薄金是一個代表人物 變成他可以知道很多宇宙上的事 其實我小時候有其中一個夢想 就是想去太空人 但奈何做不到 如果你問我 我會約薄金出來 和他一起分享一下宇宙裏面的事 究竟這個宇宙裏面還有些甚麼